那以後要搭捷運可以說是越來越方便了 因為台北捷運也首次推出了手機APP 台北捷運GO 今天下午3點鐘就會上線 那到時候使用者可以輕鬆的查詢列車到站資訊 出入口資訊、轉乘資訊 還有旅程規劃等等五大特色服務 此外呢 APP也會把捷運站周邊的U-Bike和公車資訊 納入這個APP裡面 那這個應用程式下午3點 就會在Android系統的Google Play商店正式上架 不過蘋果的IOA系統版本 目前還在等待蘋果公司的審查